这个男人不管受多大的伤都不会皱一下眉 唯独面对前女友的再三撩搏终于破坊 原来就在刚刚 许庆作为医生加入了重大车祸的救援现场 并且为困在车内的司机做紧急治疗 可就在马上要救出司机的关键时刻 车子却突然向下滑落 宋燕下意识地用身体垫在许庆身后护住了他 自己却被力气重重扎伤 他强忍疼痛救出司机后才去医院包扎 之后终于忍不住问他明明是十年前抛弃了自己 如今再次求复和难道不是一时兴起吗 他真的能说服得了那个看重门当户对的养母吗 可许庆只是执拗认为宋燕也还爱着自己 否则不会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 宋燕依然嘴硬地说着因为过去的情谊 就在二人眼神拉丝时 爱慕宋燕已久的李蒙急忙赶过来 细心询问伤口并给他穿上衣服 许庆立马露出一副受伤的表情 趁着李蒙出门立马质问宋燕是不是有女友 宋燕却认为许庆没有立场来问出这句话 二人之间的问题从来都和别人无关 宋燕看透了女人只是从自己角度出发 如今说这些也只是强调自己的难处 可他哪怕理解也无法接受 以后如果还有类似的两难选择 他依然将会是被抛弃的那一方 而许庆则是默认了他的说法 宋燕强忍泪水地转身离开 看到李蒙的到来赶紧整理心情 哪知对方早已猜到了二人关系 毕竟上次消防宣讲会上 许庆特意过来打听了宋燕 接着李蒙非常坦然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不是既然你真的没可能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啊 跟他和你都没可能 李蒙听后一副意料之中的反应 戳穿宋燕心思说他心里还有前女友的位置 而宋燕对此并没有否认 只是黯然神伤说着没有结果的事 还不如不要开始 李蒙听后很是无奈地追了上去 继续以同事和朋友的身份陪在他身边 回到队里的宋燕正想着许庆独自身上 旁边那条名为小梦的狗却热情地蹭了过来 他一扫机遇地不快抱起小梦 哪怕最爱的女人会抛弃自己 可只有身边的小梦不会 他是众人眼里年轻有为的富二代 是让集团员工文风丧胆的严厉接班人 高管每次汇报都要想破头皮做得完美 才有可能应对得了他角度刁钻的提问 而这天他看中了一个制药公司的项目 准备实地考察 可特助对此并不看好 于是转头他母亲就打来电话质问情况 听到他在开车才没有追根究底地问下去 而挂断电话后父亲对这一做法并不认同 毕竟燕成如今主要负责的只是集团的一个板块 没必要对他所有的决策都插手 终究有一天整个集团都要彻底交给他 很快燕成直接质问起那个嘴不严的下属 男人在对方的气场压制下也不敢再隐瞒 直接认错表忠心 而燕成警告了一番就饶过了他 再有下次就让他干脆跟着自己母亲那边去 只有好兄弟一宵知道他的不容易 他冷静的就像机器人一样 都来自于他母亲营造的高压成长环境 不只是他 就连母亲收养的许庆也是一样的待遇 二人都只能按着母亲规划好的路线走 不能有一丁点的偏差 于是一宵打算传个局让这对冰山兄妹放松下 还叫上了自己那个社交达人的前女友小饶 有这两个人的快乐斗嘴 整个气氛都热闹起来了 接着小饶看着许庆一副乖乖女的模样 大方举杯说自己干了他随意 哪知许庆毫不犹豫的也是一口全干 还说怕小饶喝不过自己 小饶一听着哪里能忍力马提出要比个高低 结果被轮椅推着出来 而许庆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燕成的搀扶下才上车 燕成贴心地把他送回家并盖好被子 自己则是在沙发上兑服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就煮好虾脚等着他醒来 接着许庆坦白说出自己找宋燕提出复合被拒绝了 他下意识是松了口气的心情 毕竟如果真的在一起 他根本不知道如何跟养母开口 更别提去争取这段感情了 他觉得这样纠结又软弱的自己真的很讨厌 可以转头 他又再次碰见了宋燕出任务 他按了不住内心的欢喜 要到了宋燕联系方式 像个小女生一样 刷着宋燕只有工作宣传的朋友圈 最后趁热打铁 直接让宋燕队友把他叫了出来 我请你吃饭 宋燕自然知道这是对方的套路 但哪怕隔了十年都还是完全招架不住 他终究无法冷着脸说出拒绝 这是他们分手十年后的第一次约会 他们来到了学生时代常来的那家小吃店 许庆吃得津津有味感叹 还是当年的味道 可宋燕却一有所指 说这十年怎么可能不变 许庆一言不发地开始撩汗大发 撩头发擦手一条龙 然后大口吃东西塞满了整个塞帮子 宋燕不得不承认自己 还是对他没有一点抵抗力 可就在这时宅苗打电话 说他被扣在派出所了 赶过去才知道是他兼职卖化妆品 被举报是假货 好不容易劝说他供出了上家 结果账号注销无法查到 宅苗面临全额退款外加三倍罚款 甚至还有可能通报学校拿不到毕业证 就这样宋燕只能着急上火凑钱 也只凑到了十万 距离罚款数额依然不够 并且警察表示查清之前 要把宅苗留在所里审问 通报学校的事情只能暂时缓缓 就在局面僵持不下时 许庆打电话求助发小一销 哪知恰好哥哥燕成也在旁边 听到后立马亲自赶了过来 许庆本就是怕养母查转账记录 才找一销借钱 结果最终还是燕成刷卡交清了罚款 并且在他的人脉加持下 清真支队的队长亲自赶过来说明情况 他们已经查翟苗的上家那条线很久了 确认翟苗只是被骗才卖假货 沟通后爽快地决定放人 并且不会通报学校 翟苗自知闯祸不愿和孟家扯上关系 而宋燕则表示三天内会把钱还给许庆 便和翟苗一起投也不回地走了 许庆则被燕成略带火气地塞进车里 眼看兄妹二人差点就要闹翻 翟苗只能心累地调停让燕成下车 自己则单独和许庆谈谈 许庆这才放下防备的表现出纠结 说自己只有和宋燕在一起 才感觉是真正的活着 翟苗见状更是急得不行 他太清楚许庆养母那门当户队的观念 许庆何尝不知道这些道理 何况十年前他就是因为这点才和宋燕分手的 只是他既想要养父母庇护下的物质生活 又舍不得放下心心念念的真爱 而另一边翟苗也在一个劲地劝着哥哥 但他的观点则是完全不同的即是行了 他看出二人都还是于情未了 自己哪怕很讨厌孟家高高在上的门户观念 但还是支持哥哥珍惜当下享受现在 这个豪门家族的母亲有多强势 哪怕儿子已经三十多了都要被查账单 才替妹妹的心上人交了罚款就被母亲质问 他只能扯谎说是替自己朋友交的 母亲没有深究敷衍说相信他 但燕成知道母亲这反应肯定是查清了一切 便赶紧发信息给妹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许庆看到后心里咯噔一下 哪知养母继续问的却是他和相亲对象的进展 养母亲眼看到许庆约对方喝咖啡的消息 这才满意的笑了 并且继续叮嘱人家的家庭和自家不相上下 因此许庆不能太端着也要主动出击 然后便让他先上楼了 他离开前只能按了下哥哥肩膀以示安慰 很快许庆便乖乖去赴相亲对象讲育的约 对方文质彬彬的主动开启话题 意外发现二人竟然喜欢同样的舞剧 就在他们饶有兴致准备继续聊下去时 许庆却收到了宋燕归还的十万 他瞬间方寸大乱的匆忙结束了约会 然后出门给宋燕发去短信 很主动的说既然他要谢谢 那就请自己吃饭 宋燕破天荒的一口答应了 二人看着手机都笑得很是甜蜜 可是很快养母就打碎了许庆所有的幻想 有个男生我有好感 那谁嫁他 看着养母探究的眼神 许庆终究没敢说出宋燕名字 而是扯开话提问自己曾经在国外上学时 养母有没有收到过写给自己的信 听到这里的养母已然明白了一切 当年宋燕写了无数的信都被他亲手撕掉了 如今许庆竟然还想着自己看不上的穷小子 于是他口气严肃地只说了一句话 你不要逼妈妈再做一次恶人 不死心的许庆继续找养父试探口风 而养父虽然不如养母那样控制欲强 但他知道老婆的脾气 只表示自己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让这个家都破裂 于是许庆明白一切都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他再次想起了十年前的场景 一个旷课打架 连大学都考不上的人 他能怎么样 十年前的许庆选择了养父母的庇护放弃了宋燕 如今在他反复撩拨宋燕之后 终究做出了与当年一模一样的选择 转头就有好友来找他要男人的联系方式 原来被困火场的小饶刚刚被宋燕救出来 便对这个帅气正直的消防员一见钟情 可许庆却对此很不是滋味 不情不愿交出了宋燕的联系方式 听到对方拒绝了小饶的热情邀约后 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小饶信誓旦旦一副不追到手不罢休的样子 这让许庆立马又上演了变脸戏码 回到家里左思右想不得进 想要再次给宋燕发消息还是忍住了 然后便约了一宵去酒吧买醉 哪知恰好小饶也出现在包间 并且得知她对宋燕那叫一个穷追猛打 许庆听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失落 一杯接一杯的酒就直接灌了下去 然后趁着酒精打车来到宋燕家里 可此时翟渺出现在身后 没好气说着哥哥出去约会今晚都不回来了 许庆听后当场破大房 看到宋燕的鞋子直接踢飞泄粉 哪知结束约会的宋燕竟直朝她走了过来 她说着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交集 所以才选择了注重专业的医生行业 只为了能够尽快独立不再依靠家里 并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一番成绩证明给养父母看 以求的一个让他们松口接受宋燕的可能性 可她却看不到宋燕任何的付出和努力 接着许庆继续撒泼打滚 被一削拉走前最后撂下狠话说自己不会再争取了 斩鸟听后急得不行还想为哥哥解释一番 可宋燕认为一切都没有必要了 她痛苦地捂住头蹲坐在地 可紧接着又心有不甘地追了出去 看到的却是燕臣亲自来接许庆离开 他们之间差距还是如十年前一样无法逾越 这个冷面冷心的霸总 把所有温柔都给了那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 她想到妹妹去找心上人撒酒疯的那一幕很是心疼 贴心给她调整座椅并调低冷风 把她送回爸妈家里后才放心地离开 她忍不住怀念起儿时的点点滴滴 自从父母收养许庆开始 她便把她当作亲妹妹一样疼爱 没有错过她每一个成长的瞬间 许庆也对她是全然的信任的和依赖 直到许庆和宋燕的恋情被曝光 她第一次和别人大打出手并把许庆带回家 之后更是看到了宋燕写在窗户上求见面的留言 她毫不留情地直接擦了个干净 一切都只为把妹妹搬回既定的人生轨迹 而另一边宋燕终究是放不下许庆 打算去找她说个清楚 舅舅则语重心长地叮嘱了一番 在养母家过夜的许庆接到电话后 急忙赶回自己的高档小区 看到了被门卫拦下的宋燕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关心她有没有吃早餐 许庆说着自己想喝粥 宋燕正在纠结附近也许买不到 哪知许庆开口邀请她去家里动手做 宋燕则熟练地开始逃迷主舟 在等待的过程中二人眼神不断拉丝 气氛到位时宋燕终于开口问出心底的话 有什么过来你能等吗 接着宋燕表示许庆不能再肆无忌惮闯入自己生活又离开 她必须在今天给出最后的答案 二人究竟是携手面对还是永不相见 而许庆流着眼泪再次选择了放弃她 于是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宋燕离开 寒泪喝完最后这碗爱心粥 出门后没想到燕尘早已等在楼下 她难得的没有针锋相对 而是说起自己就像从小被驯化的手 哪怕如今长大了也不敢再反抗 接着许庆清醒地说着自己的现状 所有人都觉得是宋燕配不上家境良好的自己 实际上是软弱的自己配不上她 只要一靠近就觉得会给她带去伤害 并且自己从来都是贪心地想要一切 可心底又是坠坠不安地害怕失去 她身为知名集团的继承人肩负着太多压力 从小到大都严格遵循父母规划的路线 不敢让自己出现任何偏差 冷静严苛的就像机器人 可她对从小被父母收养的妹妹许庆 却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看着她痛苦难过很是不忍 甚至想抛下一切带她出国 可是却得到了果断残忍的拒绝 她待坐在车里久久都无法平复内心的痛苦 甚至没有心情开车而叫了代价 巧合的是来人正式和许庆有几分相似的大学生叶子 之前她在酒吧兼职还有过几妹职员 她破天荒地和叶子主动搭话 而在到家后 她额外给叶子付了一百的小费 还叮嘱了一句太晚了让她打车回去 叶子听后心里有了更多的幻想 看着这个帅气多金的男人的背影久久挪不开眼 之后在宿舍偶然听着姐妹们感叹赚钱艰难 她更是深有感触 毕竟所学的专业冷门毕业后工资低 何况她这个外地人想留下来要付出更多努力 叶子却动起了心思 很快艳成在车里发现了叶子遗落的校园卡 她便直接开车送到叶子学校 恰好叶子随后就被告知此事 一听说送还校园卡的帅小伙刚刚才走 她立马跑得飞快追了上去 敲开车窗满脸笑容对艳成表达谢意 可艳成恢复了难以靠近的高冷 回了句不用便果断开车离开 而这次叶子的眼神里满是不甘 看来她将要凭借酒吧服务员的身份 强行续写和艳成的故事 另一边讲于新任消防站的指导员 却在身为站长的宋艳这里处处碰地 基本上她热情搭话都会被对方直接无视 她却依然毫不懈怠试图融入这个集体 但哪怕她提前了解了情况 还是被大家拼命三郎的做法惊呆了 可宋艳却觉得只有完命训练 才能在实战中保障安全 这样严厉的训练半点折扣都不能打 很快大家到了午饭时间 竟然收到了热心群众点的外卖 原来是小饶以感谢宋艳之名刻意安排的 宋艳神色冷峻阻止了热闹干饭的众人 表示消防战友规矩不能接收群众的礼物 大家恋恋不舍只能放下手中的奶茶和烤穿 蒋玉却适时出声打圆场 下次再严格知情 男人为了劝退狂热多金的追求者 竟然想出了这一招 你跟许青是朋友吗 还是我初恋 就这样小饶晚上就拿着酒找上许青 自顾自的倒上一杯酒便说是来找她算账的 许青问她难道真的要放弃追送宴了吗 毕竟之前她喜欢得死去活来 哪知小饶坚决说着自己的底线 那就是绝对不碰闺蜜的男友以及前男友 许青取笑她的自来数 毕竟二人认识也不算太久 就在这样的欢乐氛围中 他们最后的隔阂也完全消散 可接着小饶却觉得宋燕依然还喜欢许青 便追问他们为什么不复合 许青想到家里的反对面露难色 可许青的情况更为复杂 她不能直接捂逆养母 如今只想努力晋升副主任医师 至少积蓄力量经济独立后再去争取 很快养母就在某天不请自来 并很是满意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 可许青却难得的戳穿养母 说她此行是不是为了确认自己没有带别人回家 然后自顾自的说着自己想要勇敢一次 养母一听就变了脸色 也直接点破此前那笔罚款的邮栏 并说上梁不挣下梁歪 宋燕那一家子果然都品行不端正 接着许青说起前些天宋燕来为自己主舟 那一刻真的让她觉得无比幸福有了家的感觉 可她却终究不敢挽留 而养母却看透了她的心思 接话说着因为许青怕自己伤心 打算先来说服自己再去追求真爱 然后便毫不留情地让她别再抱有这种幻想 自己十年前就说过了 她不能因为外人而忤逆父母 许青可以不懂人情事故不用刻意讨好 一切都只因为她是孟家的女儿 有这个家庭背景为鄙气 有养父和哥哥在外打拼事业 养母越说越失望于她满心都是小情小爱 根本都不顾及父母感情 许青听后立马服软认错 家境优渥的富二代竟成为消防站的指导员 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娇生惯养的贵公子是来杜金走过场 只有蒋玉自己才知道心中的热爱和坚定 于是为了融入集体 她依然决定参加负重二十公里越野跑的训练 大家都打赌她最多能坚持五公里就会折返 一路上还要穿过高山河流 蒋玉累得气喘吁吁很快就掉队 直到除了她之外的所有人都跑回了消防站 可没过多久就下起了大雨 蒋玉却迟迟没有回来 宋燕终于等不下去了 让人打电话却无人接听 就在她安排车辆去接蒋玉时 终于看到雨中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蒋玉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拿出自己手机里拍的照片 证明自己没有偷懒地跑完了全程 宋燕看到这一幕很是触动 但还是转身离开让队员好好照顾她 到了晚上蒋玉一蹶一拐地回到床上休息 却看到宋燕提前准备的伤药 她感动地说出谢谢 可宋燕只是傲娇地转身没有说话 很快站里又来了一批新的消防员 经过一次次的艰苦训练之后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想要上火场 可他们不敢跟冷酷严肃的宋燕开口 于是蒋玉便去游说 蒋玉身为科技大学的高材生 坚信在如今发达科技的加持下能够极大避免伤亡 可宋燕却满脸沉重地列出了最近牺牲的消防员 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2岁 这就是如今队伍要面临的现实 接着她便问出了自己最介意的事情 而宋燕终究相信了蒋玉的决心 她无比感叹以蒋玉的家境 明明可以有更为风光的未来 却依然选择了这一行 甚至雄心勃勃试图要改变如今的现状 二人第一次像个朋友一样开诚不公地聊着 这个对出恋爱而不得的男人 竟然还有上一辈的恩怨 而是她父亲恰好在许庆养父母的公司工作 当时正碰上一波下倒潮 父亲不忍心看着多年同事朋友失去生活来源 便带头动员大家一起索要赔偿金 许庆养父本想妥协 哪知却遭到了许庆养母的坚决反对 于是公司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 诬陷宋燕父亲这个带头人收红包 而举报人正是她原本在下岗名单上的好兄弟 就这样见义勇为的宋燕父亲被无情开除 本就嫌弃男人太穷的母亲立马收拾行李离开 哪怕年幼的宋燕生生呼唤也没有回头 之后的父亲喝酒消沉了很久 终究在一个大雪天倒在门口再也没有醒来 哪怕过去这么久 宋燕对当年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 而这天她出任务被马峰折到 来到医院又遇上许庆为她治疗 就这样宋燕不得不脱下裤子乖乖接受治疗 许庆顺带调侃了她的害羞 就在宋燕觉得无比煎熬时终于结束了 她迫不及待地替裤子走人 哪知才到医院门口就看到了燕辰 并且对方还叫住了她提出单独聊聊 宋燕立马反击燕辰管的太多 并且如果她真的有能力替许庆做决定 如今也不会只能是站在这里威胁自己了 可燕辰强调自己是许庆的哥哥 是她永远也无法抛弃的家人 就凭这点她就有立场说出这番话 但没有想到 燕辰那藏匿多年的心思却被无情顶破了 这个富二代竟然爱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十几年 可从一开始这份感情就被母亲无情恶杀了 在许庆还在读高中时 她会瞒着母亲悄悄带辣条给她解馋 会陪她玩豆她开心 直到有天母亲看到了她为许庆擦嘴的一幕 许庆吓得愣在原地 以为自己偷吃垃圾食品一定会被骂 哪知养母只是在餐桌上提出感性 许庆听后很是犹豫 毕竟这个姓氏却是父母留给自己唯一念想了 可哪怕养父在一旁打圆场 养母也微笑着步步紧逼 许庆原本还想拖着不回话 哪知养母继续放大招 说着如果孟家的女儿还是兴许别人会怎么议论 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是找了个童养媳呢 于是许庆果断妥协了 但事后燕辰还想去说情 可母亲毫不留情戳破了她的心思 因此这么多年燕辰都压抑内心不曾真正开心过 她成为了让母亲满意的好儿子 让父亲放心的集团接班人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陪她过生日 她就像有了世上最完美的幸福 而许庆送给她的则是一个蝴蝶标本 哪知她却自顾自说起了这样美丽标本的制作过程 必须在蝴蝶活着时候将她们一点点掏空 在她们求生欲最强的瞬间定型 才能保留这样完美的色泽和形状 许庆后背发凉地说着残忍 而在这个牢笼般的家庭里 她觉得许庆的存在是唯一的温暖和慰藉 许庆不知道如何开口安慰 只是说着以后都不要再争吵了 哪知燕辰继续说着自己只是提醒 因为父母不可能同意她和宋燕在一起 趁早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 许庆一听就生气地准备离开让她别管闲事 当燕辰心中压抑的爱被揭露 许庆只想仓皇逃离 并强调她永远都是自己的哥哥 留下燕沉独自在原地流泪 就像这被禁锢的蝴蝶墙一样美丽又残忍 于是她度过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生日 来到好兄弟的酒吧一杯又一杯的借酒交仇 恰好撞上叶子被醉酒的男人为难 也许是叶子那张和许庆相似的侧脸刺激到了她 她直接一酒瓶砸上了男人的脑袋 泄愤一般踹了一脚又一脚 之后赵丽氏点了叶子的代价送自己回家 老城区突发火灾迅速蔓延 宋燕第一时间带队前往 哪怕报警人确信这里因为拆迁已经没有居民 但宋燕凭借经验推测里面可能有流浪老人 蒋玉则借助无人机查探火场整体情况 宋燕眼间的发现有一处整齐马放着废品 正要放大查看是否有人使 无人机却因为高温失灵了 宋燕当机立断带人冲进火场 终于在氧气耗尽前惊险救出老人和孩子 可惜老人送进医院不久便宣告死亡 孩子则被推进了急救室 经过这次实战讲育也终于发现了曾经的自己太理想化 总以为依靠科技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危机 反倒是宋燕的严苛训练起了更关键的作用 而另一边被救孩子的治疗方案却引起争论 所有医生都想要选择最为保险的剖腹探查 可许庆凭借专业判断孩子情况并不严重 不需要采取这样伤身的治疗方案 而是应该采取保守治疗 在场医生何尝不知道许庆判断没问题 可被救孩子一世上了头版新闻 如果真的在他们医院出意外没人能担起这个责任 乃至许庆果断说自己作为手诊医生会担责 就这样在他的坚持下孩子采取保守治疗 同时都忍不住再次强调事情的严重性 在许庆熬了一个通宵后 医院最为权威的主任终于回来了 他查看了小女孩的检查单和治疗方案 认可了许庆选择的保守疗法 并判断女孩很快就会脱离危险醒过来 许庆这才松了口气 并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宋燕 就在宋燕看着短信笑的灿烂时 却被八卦的蒋玉抓了个正眼 哪知蒋玉继续自拦熟地说起宋燕的过往 曾经她可是在边防部队立过二等功的人 这意味着她起码付出了半条命的代价 如今转到消防站怎么看都很奇怪 可宋燕明显不愿提起那段惨烈的过往 接着蒋玉自顾自说着被救女孩的身世 她妈妈跟有钱人跑了爸爸也不要她了 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离谱的父母 可宋燕听后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因为年幼被妈妈抛弃的 她也曾远远看过妈妈的新生活 只见那个对自己绝情的女人 却对别的孩子笑得温柔 小心翼翼地讨好照顾着 那个穿着精致的男孩嫌弃地推开自己妈妈 只剩小小的宋燕在一旁哭得很是委屈 而另一边 醒来的小女孩说起了自己昏迷时的梦境 医生们对小女孩的状况很是同情 那个收养她的老人为了保护火场中的 她已经去世了 如今全网都在寻找当年抛弃她的父母 可故意遗弃的人怎么可能再次出现呢 乃至许庆接受采访时 说出了这段注定有争议的话 一个抛弃了自己孩子的人 你们找他回来做什么 她哪怕被初恋女友放弃了三次 却依然忍不住再次靠近 因为被救小女孩的联系 二人像老朋友一样平静地聊天 宋燕再也没有之前的高冷和争风相对 这让许庆都不禁感叹她变得温柔了 之后她看着许庆在病房陪女孩玩闹的样子 忍不住回忆起十年前的场景 当初她不死心地再次打听到妈妈所在的地方 却见到她又在和不同的男人拉扯着 心情复杂地揉皱了手里的照片 不愿承认那样的女人是自己妈妈 而许庆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之后许庆鼓起勇气想约宋燕周六吃饭 宋燕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没想到转头就接到了养母电话 原来是相亲对象蒋玉的妈妈想要亲自见她 许庆下意识地就想拒绝推脱 哪知养母并非征求意见而是通知 蒋玉母亲对许庆气质很是满意 而蒋玉则在和许庆养父单独谈话 说起自己对消防事业的热爱和规划 之后在二人单独相处时 许庆毫不掩饰说出自己有心上人了 蒋玉瞬间了然她这是受困于家庭压力 当即仗义表示自己能出马解决 于是在两个家庭聚餐时她开始疯狂采泪 晚上许庆便在门外偷听养父母的谈话 他们觉得蒋玉门当户队非常合适 可惜胸无大致没有责任心 许庆听后这才放心地笑着离开 她出来就看到早已等候在此的燕晨 瞬间神色冷漠地直接忽视了她 燕晨则独自回到灯光幽暗的房间 看着桌上饭菜没有一点胃口 打开手机里和许庆的聊天界面 赫然是她连发很多条都得不到回复 她犹豫再三最后发了句对不起 为自己之前表露心意的冲动而道歉 许庆则来到二人共同好友一宵的酒吧 对方说起燕晨前几天买醉打架的事 猜测这对兄妹肯定又吵架了 得知他们依然是不清不楚的状态 她很是抓狂 吐槽畅快人生何必如此拧巴 还不如尽情尝试放轻松 只是谈得恋爱而已 到时候撞了南墙就能乖乖听从父母安排 她和前女友的纠葛受到全家的高度关注 表妹翟淼更是恨其不争地直接吐槽 可宋燕很是怀念地说着许庆的好 说着她的身不由己和脆弱 舅妈一看她这副情根深重的样子很是无奈 只能委婉提醒许庆不适合她 反倒是他们支对的礼盟还挺不错的 婷婷一听就郁闷得不行 女人竟在医院碰到相亲对象和前男友 原来他们是为了成立消防和医疗联合救援小组而来 蒋玉哪怕在迟钝也发现两人之间的气场不对劲 此时燕成恰好来到医院体检 结束的第一时间便约上许庆一起吃饭 她本想带许庆出去吃大餐 但许庆为了节约时间就打算在食堂解决 燕成笑容温和地怀念起过去的事情 但没想到他们迎面碰上了宋燕和蒋玉 于是蒋玉再次充当了介绍人的角色 这次她感受到了更紧张的气氛 许庆看着这一幕简直头皮发麻 赶紧拉着哥哥离开 而此时许庆养母接到了副院长的电话 对方神情紧张说着宋燕如今已经是站长了 我不认识啊 很快许庆主动申请去参加联合救援小组 并得到了医院的同意 就这样她带领了医疗小组来到宋燕所在的消防站 将要进行一系列安全培训后 配合消防员赶到第一现场实施救助 许庆和宋燕分别以两方负责人的身份正式握手 接着便开始参观消防员的宿舍 大鹏热情地打开自己衣柜 哪知被眼尖的女人们看到了可爱的贴纸 纷纷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鹏立马害羞的耳根都红了 然后赶紧扯开话题带着他们参观下一站 许庆则忍不住来到了宋燕的房门口 哪知宋燕面不改色说着自己房间不能参观 然后便转身离开房间 蒋玉则趁机八卦许庆说过喜欢的人就是宋燕吧 许庆立马坦然地承认了 并希望蒋玉保密二人曾相亲的事 不苟言笑的消防站长 竟然成为前女友的人体模特 哪怕是为了严肃的医疗知识学习 也让她终究按捺不住内心的慌乱 原来他们之前的重点是训练医护人员体能和安全知识 宋燕对于这个新的尝试并不看好 认为他们更应该安稳待在医院 毕竟消防队面临的状况很危险 他们无法及时保护随行的医疗人员 之后吃饭12人很有默契地隔开坐着 宋燕忍不住开口吐槽她吃饭又慢又少 许庆端着本打算倒掉的饭菜进退两难 由于片刻后还是直接来到宋燕面前坐下 一边盯着她一边吃光了餐盘里的所有食物 然后得意洋洋地转身离开 宋燕则看着她的背影笑得满脸温柔 到了晚上她找到蒋玉提出自己想法 于是次日就由许庆出面叫消防员急救知识 但她需要一位人体模特来掩饰 宋燕立马拍队员出列 哪知大家都很有眼力镜 等等等会儿你来什么 站长老江这雪包扎雪都不行 这模特你来你来 宋燕只能任命地躺了下来任由许庆摆布 明明是在讲解医疗知识 可宋燕却盯着许庆的脸挪不开眼 许庆立刻提醒到她开小差了 宋燕这才转头不看她 但没想到下一个知识点竟然要脱衣服才好掩饰 接着许信讲解穿刺牌器的要点 并比划着准确下针的地方 简单的触碰让宋燕感觉很是煎熬 眼看其他队友都要上手学习 他最终还是忍无可忍的直接离开 女医生们纷纷可惜没看够他的好身材 而另一边燕成没有忘记对叶子的沉默 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了特主 让特主安排个美术馆的兼职给他 而此时的叶子还在对冷门专业的渺茫前途无比忧心 而脑筋灵活的翟鸟则是想到了大火的直播带火 他直接给叶子拍了张照片夸他上下 然后打算二人一起弄个美妆穿搭账号 由叶子出镜而他则负责运营 本着多条路多个选择的想法 二人就这样一拍即合打算坐下去 这是他们第一次配合进入紧急救援现场 原来就在刚刚 一辆大巴车侧翻坠入悬崖 并且里面还有几位乘客没有及时逃出 现场逃出来的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许庆带领医疗团队紧急救助伤员 宋燕则安排队友下去解救被困乘客 可最后只剩下大家口中的英雄陈宇没有找到 原来在车辆侧翻到悬崖边缘时 是陈宇砸开车窗挨个将乘客推出去 他自己却没来得及出来 如果陈宇被甩到了悬崖底下一定是凶多吉少 就在消防员几乎做了最坏打算之时 终于在旁边一个角落发现了重伤的男人 可他们不敢轻易挪动救助 宋燕也不放心地陪着一起下去 陈宇过去陷入更大的危机 陈宇回忆着当时救人的场景 最初他只是想先把小孩和孩子妈妈救出去 可当他看到大家感激的眼神 便没有其他想法不知疲倦地救了一个又一个 男人一边说着一边有了更强的求生欲 终于撑到了被送上救护车 很快此次事件引起记者争相报道 由于陈宇还在重症监护室 大家便想采访和他同行的朋友 哪知当时无比关心他安危的女人却变了脸色 只说自己是他的网友二人并不熟悉 然后仓皇逃离拒绝了采访 可没想到此时有两个女人主动找上记者接受采访 他害了你害了我害了多少人 原来陈宇竟以谈恋爱为名片前 一共有五人上当受骗 最多的被骗走五十万 蒋玉一针见血地感叹着 原来人性竟然可以如此卑劣又如此伟大 另一边也有记者来消防站采访 李蒙让带头救援的宋燕把握采访机会 也好为以后的生殖铺路 宋燕嘴上无奈说着答应 实际上把记者带到许庆面前 说他身为医生出力最多 然后便直接离开 经过此事李蒙也彻底看清宋燕对许庆的感情之深 并调侃他就是喜欢人家冷冰冰的样子 纯属找念 女人看到前男友和女上司聊得火热 立刻吃醋地跑到一边 看到宋燕后酸溜溜地说出一句恭喜 哪知宋燕提醒着他一次次的后退和拒绝 另一边讲于带队配合李蒙进行二次火灾现场勘验 工厂老板急忙赶了过来 一副希望他们走得过场赶紧走人的架势 可李蒙敏锐发现了现场的反常 不只有汽油味道还有多个起火点 明显存在人为纵火的可能性 就在他们对可疑之处一一取证时 老板知道状况不对便悄悄摇人 很快一群混混便嚣张地赶了过来 老板也瞬间有了底气 逼着消防员赶紧出具事故认定书 或者留下证物自己去找第三方鉴定 眼看谭不拢 混混们直接对消防员动手 根据规定他们不能还手 只能手忙脚乱保护政务 并且扛着混混的拳头 关键时刻宋燕带人赶到 他们不管不顾地直接对混混反击 而混混更是下狠手地掏出小刀 最后是警察带走了他们才结束这场混战 宋燕和李蒙副盘拳过程后 几乎确认他们是人为纵火骗保 但厂长对此丝毫不慌 此时许庆恰好为一名混混做伤口处理 乃至混混看到宋燕后还在放狠话 许庆不动声色地给他加大刺激疼的嗷嗷叫 但还是不放心叮嘱他下次别这么冲动 别招惹这帮精神小伙别逞强 之后他便带着受伤的队友准备收队 哪知却看到蒋玉和许庆聊得很是开心 而蒋玉看到宋燕明显吃醋的样子 更是调大了音量 听到这一切的宋燕脸色越来越臭 队友立马懂事地伸出头叫蒋玉收队 而蒋玉还一副恋恋不舍跟许庆道别的样子 宋燕心里气得不行 但没想到看到气急败坏的厂长正在打电话投诉 这个男人终于直接承认了自己对前女友的爱 原来就在刚刚 宋燕三人被队长叫到办公室 他们知道一定是之前因为反击动手的混户而被投诉 纷纷抢着为此次事件担责 哪知队长却拿出自己珍藏的茶叶要奖励他们 接着队长走过场地让宋燕写三千字报告 宋燕自然爽快地答应了 而一出门蒋玉便直接揽下了这个火 作为宋燕从天而降为自己解围的报答 还强调自己一定会保质保量的喜好 但紧接着蒋玉说的话就让宋燕的眉头越皱越深 她说自己发现许庆无怨无悔地跟着消防队出情 一定是因为看中了某个人 而那个人毫无疑问就是自己 宋燕对于她的自信根本不想搭理 哪知蒋玉头头是道地分析着 他们两家人本来就熟悉 之前许庆对自己冷淡可最近却聊得很投缘 一定是因为迷上了认真工作的自己 还抱怨老妈介绍的相亲对象都太热情可爱 自己就喜欢许庆那冷淡少言的性格 就这样宋燕被蒋玉缠得不行终于破大方 直接承认自己对许庆的喜欢超出所有人想象 哪知蒋玉听后一副磕到CP非常满意的样子 很快查清事实的警察便联系宋燕指认混混 原本宋燕一行人在单向玻璃外指认即可 这也是对证人的保护 哪知宋燕直接带人走进去当面对质 说着自己身为消防员只要穿着这身衣服就不能对他们动手 这是职业规定和责任使然 但脱了这身衣服分分钟能够放倒他们 混混们听后依然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笑得嚣张又得意 直到一旁的警察严肃强调他们此前行为妨碍公务殴打执法人员 最严重可判三年 这一下他们立马就上演了变脸戏码 被为了一嘴狗粮的蒋玉正头疼给消防员排休一事 可如今是意外高发期正式缺人手的时候 如果要安排消防员亲属过来探望 住宿机票的开支远超预算 蒋玉甚至财大气粗地提出自己掏这笔钱 而许庆则是想到了个不用花钱的办法 于是很快食堂就安排了一次丰盛的午餐 队员们根据指令一一落座 品尝后更是发现其中有的菜和亲人做的一模一样 原来这就是消防站特意安排的关怀 虽然没有条件让他们和亲属团聚 但提前联系家人做好菜后快递过来 至少能缓解思念之情 大屏幕上还播放着亲属们的视频 这些无论多苦多危险都不皱眉的消防员 看着自己牵挂之人那些平淡又满是爱意的话语 终究是一个个都红了眼眶 他们是冒险救人的大英雄 更是为人父为人子的普通人 对亲人们而言唯一的期盼便是平安 很快消防队接到一个特殊的求助电话 原来是一个宅男和羊驼被倒下的柜子压得无法动态 消防员经过允许后选择紧急破门 而楼下的邻居正喋喋不休反应情况 吐槽宅男平时也不出门工作 整天都和羊驼以及其他冷血动物待一块 一看就是心里不正常 不像自己喜欢的是可爱小狗狗 而楼上的消防员此时终于破门而入解救宅男 一不留神还被羊驼吐了口水 但宅男情况似乎不容乐观 于是许庆急忙带着同事上去检查 这才发现宅男不仅胸口刺痛 两个手臂分别量血压的结果竟有很大差距 于是他建议宅男去医院仔细检查 因为他怀疑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主动卖夹藏 许庆自然不想坐视不理 还在敲门试图说服对方 哪知里面竟然没了动静 于是他果断让消防员再次破门 对方听后顿时犹豫 毕竟未经允许的话很可能被投诉 但宋燕相信许庆的判断 表示真有事的话自己来扛 于是进去后果然看到男人昏迷不醒 但没想到将他送进医院手术后 竟然遇到了家属找麻烦 甚至还有同行的自媒体在一旁搏流量采访 哪知男人不依不饶质问 如果出了问题谁来担责 宋燕果断表示自己能承担 并指责他们此举是在耽误治疗 家属们这才不再纠缠的去一旁等结果 在经过详细检查后 主任认可了许庆的判断 在紧张的手术过后成功就回了宅男 家属们听后这才换了副态度连连道歉 而主任也越来越欣赏许庆的专业能力 并打算自己出马说服副院长 将许庆一组人尽快调回医院 毕竟消防站的联合小组并非长久之际 尽快回来更利于他们的发展 而一出来宋燕就递上精心准备的鲸鱼作为礼物 她想到许庆之前不愿养宠物觉得太麻烦 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感情 恰好养鱼完全没这点顾虑 很快宋燕就收到了许庆送的乌龟作为回礼 并附上小纸条助她长命百岁赛乌龟 蒋鱼暗戳戳说着人家这是骂他们 并幼稚怂怂恿着骂回去 于是宋燕出去就给许庆发消息 说感谢她送来的小乌龟正好给狗狗加餐 气得许庆立马威胁 而狗狗似乎当真了 追着宋燕手里的乌龟很有兴趣 很快燕成安纳不住给许庆打来电话 担忧她在消防站的生活不够好 便让她请个假自己陪她去超市采购一份 可宋燕坚持消防站的外出就是有时间限制的 许庆犹豫片刻后还是跟上了宋燕 而宋燕还不忘挑衅地加了包署片放入她购物车 很快她竟然亲自约了宋燕出来 一见面就挑剔宋燕没教养 只因宋燕对她的称呼是你而不是你 接着当年 我这辈子没有讨好过任何人 也没有看不起任何人 都看不起你 她和前女友的家庭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和纠葛 但一看到许庆的笑容还是会被深深吸引 就在此时许庆被同事不小心淋了一身 宋燕赶紧跟上去守在浴室外面 等她穿好衣服后自然地接过吹风机为她吹头发 这让她忍不住想到了十年前的场景 当初他们临着雨回到舅舅家 宋燕也是在等她洗澡后为她吹头发 二人在打打闹闹中气氛逐渐升温 然后便情不自禁地吻在一起 许庆突然很想知道这十年宋燕是怎么度过的 哪知宋燕对此闭口不谈 宋燕始终认为二人如果要重新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认识眼前的对方能否让自己动心 而不是抓着不能改变的过去不放 更何况如今的许庆以什么立场来关心自己的曾经 是朋友还是恋人 于是二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宋燕甚至不想出席许庆一行人的散伙饭 但架不住蒋玉的声托硬转 饭桌上大家八卦起宋燕的情史 说她等了出国的初恋十年 那她知道你一直喜欢她还在等她吗 知不知道也没什么意义 反正也围在一起了 这男人曾在边防部队冲锋陷阵 每次的任务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甚至要做好有去无回的准备留下信件 而支撑她走下去的最大信念是闯出一番成绩 也好在未来光明正大站在许庆身边 在一次极度危险的任务中敌人火力强大 加上对方的狙击手命中率太高 让宋燕身旁的队友接连倒下 于是她冒着枪林弹雨找到狙击手藏身之处并成功击毙 可敌人紧随其后对她展开反击 她终究被一发子弹射中胸口 宋燕没想到自己还能从医院醒来 原来是许庆送自己的打火机挡了那枚致命的子弹 领导夸着她这次的英勇表现 不止给她申请二等功还会体干 到时候她就能风冲光光迎娶那个最爱的姑娘 可没想到哪怕竭尽全力 她也还是不能如愿和许庆在一起 很快许庆也遵循养母安排来相亲 门当户对的董家南对许庆也很是满意 董家南继续说着二人各方面条件都正合适 并且自己对她也很有演员 哪知许庆直接说出自己有男朋友了 不等她的回应便转身离开 之后许庆想更深刻的了解宋燕的那套价值观 便问同事为何会选择医疗行业 是认为付出回报成正比还是更多的为了荣誉感 许庆依然觉得荣誉很多时候是一种负累 她要求你必须无私必须奉献 可同事何尝不明白这一点 她果断说着自己是愿意承担的 因为把病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荣誉感胜过一切 主任听到许庆的言论后冷着脸从旁边走过 很快许庆主到一场手术事无意中看到主任在门外 于是手术完成后她找上主任求指点 主任头也不抬夸她技术堪称完美自己没什么可以教的 许庆则知道主任和自己的观念一直存在分歧 主任一直强调一者人心的信念感 自己则更多的是现实主义和冷静的态度 但最终结果都是在努力的救死扶伤 她认为这种观念差异根本无伤大雅 这个在商场所向披靡的富二代却无法拥有真爱 面对家族联姻她只能暂时拖延和逃避 哪只母亲却直接把相亲对象带到家里 她维持良好的家教和小曼打招呼 并解释自己上次因为太忙才会失约 活泼的小曼对画展并不感兴趣 只是走过场一般的拍照打卡 燕成觉得自己看画的心情都被她打扰了 小曼自然也察觉到这点 便借口上洗手间让燕成独自欣赏画作 没想到就在此时叶子突然出现在身旁 燕成脸色和缓地主动询问这幅画的价钱 叶子解释自己已经下班了 然后自顾自地说起对这幅画的理解 燕成自然是想到了和许庆的过去 不甘心地反驳着明明是童年欢乐 却被她解读得如此悲伤 可叶子的每句话都砸到了燕成的心坎上 她继续说着怀旧的人往往不会太开心 作者是想把童年的美好找回来 可她又如此清晰地知道物是人非才是常态 此时小曼也找了过来 燕子便时去地转身离开 燕成突然想听听小曼对这幅画的理解 哪知她说着自己从小就认为这些很无聊 并邀请燕成陪自己逛街 燕成却冷淡说着自己想把画展看完 于是小曼就独自离开 等燕成看完画展十天空下起大雨 她再次巧合地看到燕子在门口手足无措 便果断提出送她到最近的地铁站 另一边宋燕还在纠结如何跟许庆打破冷战 打开通讯界面反复看着她的照片 没想到一不小心还是拨了过去 宋燕哪怕心里有千言万语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只能问其许庆的联合小组报告有没有写完 得知她已经交给蒋玉后 宋燕顺势提出要挂断电话 许庆很不舍地叫住了她 但承诺很久终究只能说出一句再见 女人是戴戒指无法取下只能叫来消防员 可得知必须剪断戒指时她却无比犹豫 于是男人扭过头数落老婆不懂事 明明这次是为了给儿媳妇挑三斤 她却非要试试这个一万多的戒指 这么多年勤俭持家都过来了 怎么在这个接骨眼筒这么大的龙 女人听后更是内疚地连连抹眼泪 消防员越听越不忍心 便让她儿子来决定要不要剪断戒指 儿子听到这里才终于下定决心剪断戒指 消防员更是贴心地向店员提建议 那就是把这个戒指融掉做成的项链 也好减轻那家人的损失 就这样那位母亲也将要拥有了一件难得的礼物 收对时有人对网红店的脏脏包犯长了 可口袋鼻脸还要干净 阳池大度说着自己请客 就这样他们难得的奢侈一把 吃上了这二十多元一个的脏脏包 他们开心地谈着过去和未来 都决定要留在消防站干一辈子 很快许青所在的医院要进行消防演习 她重头奖地抽到了扮演被困火场的医生 于是到了演习当天 她不紧不慢根据安排留在原地 接着她像个好学生一样仔细研读剧本 还走流程的用尸毛巾捂住口笔 但等了好久都迟迟不见消防员的影子 她忍不住开始碎碎念地吐槽起来 要是真气火了 我现在已经被烧死了 你不跑 在这儿了 接着宋彦一本正经讨论起救援计划 因为许青被困火场太久 只能等举高消防车通过救生平台下去 许青听后立马觉得射死 自己竟然要在大庭广中 下像货物一样被运出去 但谁都没想到 就在此事突然传来猛烈震动 突然爆发的6.5级地震 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镇中地点旺乡 医院也进行紧急动员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一区要多久的时间 他们只能抽出10分钟给家里打电话 许青则是打给了养父 而养父并没有阻止他的决定 只是再三叮嘱他注意安全 并且记得没完给家里发信息报平安 至于养母则由自己去劝说 此时消防员经历道路塌方 步行一段路后终于抵达现场 他们一看房屋倒塌情况便知道这是一场应战 为了把握黄金救人的72小时 他们片刻不敢休息地奋战整晚 救出一个又一个的幸存者 此时宋燕本打算用工具支撑起倒塌的墙面在砸开救人 却得知工具恰好被其他小组借走 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自己用身体来撑开空间 先把这块大的城里砸开 我撑着 宋燕承受巨大压力却依然在和被困男人大话 以免他丧失求生意志 原来男人是个外科医生 他哭着说自己手伤的严重再也拿不起手术刀了 男人终于被救出来 使右手已经鲜血淋漓 许庆紧急为他进行手术 途中甚至出现了愚症的冲击 但许庆仍然稳住双手继续着 最终结果是不幸中的万幸 男人以后虽然不可能再拿起手术刀 可康复训练后能恢复部分正常的抓握能力 而宋燕一行人已经连续搜救十几小时 他提出让队员休整十分钟再继续 哪知江义却根本不愿停下 原来江义母亲恰好来妄想照顾他小义 如今二人都无法联系上 宋燕问了地址和人名后赶紧汇报总指挥布 如果有消息会第一时间传过来 江义这才含着热泪吃完了方便面 但他们都不知道 当里门看到江义亲属名字的那一刻 瞬间露出了震惊又难过的神情 最终还是没有对蒋鱼说出任何话 此时村书记希望宋燕权衡利弊赶往下一个救援点 放弃这个不知道被埋多深的人去拯救更多人 他们不为艰难挪开一块又一块石板 终于听到里面有敲击声 最后成功救出一名幸存者 许庆跟着宋燕在里面继续搜寻 确认另一个女人已经没有了气息 可宋燕却敏锐发现她是个孕妇 就这样许庆成功从死神手中救回了孩子 这个新生命承载着无情灾难中的曙光和希望 她和队友在地震中救出了19人 却没有等到自己家人脱险的消息 面对李蒙严肃地找她单独谈话 她甚至下意识地想要逃避 以免影响自己救人的速度 江义蹲在原地痛哭流涕 队友为了给她时间平复心情 本打算这次的搜就不带上她 没想到江义很快就擦干眼泪归队 她知道有更多的生命等着她去拯救 于是压抑住所有的情绪投入救援中 只有在休息的时候扶着消防车默默流泪 但没想到终于让她等到了好消息 随着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声音 她顿时喜极而起 接着张义甚至直接抱起李蒙原地转圈圈 她知道自己能这么快得到亲人的消息 最后少不了她的处理 而另一边许庆几乎没有休息的救治伤员 终于累得差点滴血糖晕倒 但就在这时她听到了有消防员被埋需要医生 于是她顾不上休息便赶往现场 一下车她便看到熟悉的那群人中 唯独少了送宴 此时队员汇报情况确认可以吓人 于是许庆立马决定自己下去为宋燕检查伤情 这才发现宋燕腹部被钢筋刺穿并且脉搏微弱 她稳住心神为她紧急输液 这一刻她真的害怕自己会永远失去她 蒋玉则让许庆先上来腾出空间 并派出另外两名消防员去切断钢筋才能救出宋燕 许庆多么想陪在她身边 但职业使命让她不得不离开 于是许庆恢复冷静去到自己的岗位上 其他消防员则强忍泪水为宋燕切断钢筋 然后再使用设备将她救出宋去治疗 身为指导员的蒋玉终于能够宣泄自己的情绪 蹲在角落哭得泪流满面 没想到小梦竟然突然跑出去寻找宋燕 帐篷内的主任亲自操刀为宋燕手术 帐篷外许庆则和小梦一起等着最后的结果 她回忆着过去的甜蜜窟的四心裂肺 然而此时一个被压断腿的伤者被送了过来 许庆立马安排同事一起进行手术 很快就通宵奋战了一整晚终于成功完成 她立马跑到主任手术的帐篷外 却见到一个男人被盖着白布抬了出来 她颤抖着双手掀开白布发现是个陌生人 这才知道这个男人被救出来没撑到手术抬就不行了 而宋燕已经手术完成被转入病房 你还好吗 疫症中有人冲在救援最前线 也有人默默提供物资援助 养母不止牵挂着许庆的安慰 更认为集团捐资捐款的事情应该报道宣传 可燕辰提供的捐赠却不打算公开 做好事就要留名 此时一宵进门邀请燕辰一起去现场 他弄来了一批可是生命探测仪 正好物资队的车还有空位 也能够趁机去看望许庆一番 燕辰本不想打扰许庆的本职工作 但最终还是决定一同前往 到达时已经是深夜 许庆已经在病床上输液休息 他细心地为她把被子盖好 临走前看到旁边病床上的宋燕 他眼神一按便走出帐篷 次日甚至没有见面 而是拜托其他医生转交了物资 几句寒暄后燕辰便挂断电话 毕宵看着他这副别扭的样子 很是不忍心 表示如果他想回去见一面 也就是一脚油的事情 可燕辰只说了句他忙 其他同事都花痴对许庆说着他哥哥好帅 得知人家没有女朋友 纷纷感叹没天理 而许庆则自顾自的忙着 并把燕辰拿来的东西分给大家 自己则只留下了一盒感冒憧憬 而他对受伤的宋燕照顾得无微不至 甚至特意把热水装入瓶里为他暖手 还会考虑好时间为他及时更换 而此时同样参与救援的武警却推门而入 他正是当年宋燕在边防部队的战友 更是看到过宋燕随身携带的 打火机上许庆的照片 你好弟们 我叫陆杰 我俩之前一个部队的 一个宿舍 我就是在他那儿看见你的照片 许庆则大方地和他打招呼便转身离开 提起当年宋燕出事后的突然消失 他找了很久都没有允许 不知道宋燕为何突然转做消防 可宋燕只是风轻云淡的不愿多说 但看到男人的少校奸章还是无比感叹 被强制休息半天的队友们纷纷赶来探望 接着宋燕才知道之前剖腹就婴儿世纪出名了 孩子父亲也是一名军人 当时恰好外出执行任务 虽然母亲没能救回 但保住了孩子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接着他们调侃其许庆当时对宋燕的紧张 接着姜义说着许庆流的泪比大家加起来都要多 宋燕听后很是心疼 姜义更是单独留下来和宋燕强调着 当时许庆不顾危险第一个冲下去 并说着宋燕就是自己的命 那份感情让无数人都看在眼里 至于怎么做还要宋燕自己去想明白 宋燕听后捂着许庆准备的暖手瓶更是百感交集 晚上他撑着拐杖出来就看到许庆靠在对面休息 你怎么出来了 二人就这样找了快地方坐下聊天 他们感叹着地震前的旺乡很美丽 高三毕业的那个夏天他们还来过这里 宋燕坚定说着旺乡会变好的 灾难过后也会迎来希望 接着他看到一旁的军人愣了下身 许庆便调侃到听说最吸引男人的有两样东西 除了车就是军装 宋燕则满怀笑意地认同了这一说法 接着许庆递过去了之前在消防车里找到的打火机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待在身边 宋燕 回去之后 见面吧 好啊 分离十年后她终于和初恋复合 宋燕再也克制不住心底的爱意 情道深处与许庆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窗外纷飞的大雪和楼下的雪人都见证着他们的爱情 第二天早上二人还是难舍难分 一会儿我去上班了 你一个人在家会不会无聊啊 上午在家休息 下午去见一个朋友 朋友还是同事 谁啊 我认识吗 认识 李萌 许庆听后吃醋的没有多说 但在电梯里还是忍不住追问李萌是不是喜欢她 宋燕听后否认了 哪知许庆继续粗意大发说着那就是她喜欢李萌 之后人无意中得知妹妹几个周末都没回家 心中顿时有了猜测 于是一声不吭地直接去到许庆楼下 正好看到了早已等候在此的宋燕 许庆一时之间不知如何面对这样的修罗场 宋燕便让她上楼自己则单独和燕臣谈谈 她开门见山说着燕臣的身份是哥哥 哪怕没有血缘关系也是无法挣脱的之骨 而燕臣则点出二人家境相差之大 绝对过不了父母的那一关 哪知宋燕接下来的话却让燕臣无比震惊 十年前主动要抽烟打架的是许庆 因为被压抑太久的她无比偏激和叛逆 而如今的许庆更是长期失眠需要安眠药才能露睡 这个小区的楼层的确很好 可继续这样下去说不定她什么时候会从楼顶一跃下 燕臣听后再也无法说出任何反驳的话 许庆在忐忑不安中等到了宋燕回家 得知二人没有吵架才松了口气 似乎只有更亲密的接触才能表达二人间的爱意 事后她说着哥哥的不安 因为自己试图摆脱家庭束缚只剩她一个人了 她也知道养母对自己的好 从小到大都把她当亲女儿一样照顾 生病了也会彻夜不眠守在床头 只是那种控制欲让自己一直活得不快乐 宋燕则安抚着自己会成为她的安全区 而另一边的燕臣则去买醉 她说着自己和许庆就像两只生活在黑暗中的毛毛虫 暗无天日的时光里彼此的相伴是唯一的安慰 接着一宵看到叶子竟然再次回来上班 还准备给燕臣开酒 并阵阵有词说着人家买单了自然要开 一宵反问道难道燕臣喝醉了她负责 没想到叶子直接说着可以 接着一宵直接让她干完今天就领工资走人 叶子在原地流着不甘心的泪水 一宵则给燕臣换上了水让她赶紧回家 自己临时有事要离开 并且安排服务员给她叫了代价 最后自然不出意外的是叶子这个代价借的单 此时的燕臣还有几分清醒 但最后控制不住的拖在路边 还自顾自的为给清洁工添麻烦而道歉 这个爸总宿醉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在陌生房间 开门看到叶子后更是激动质问 我问你我怎么会在你这儿 订单是明明确有我家地址 叶子看出男人对她的戒心 讥讽她会对清洁工道歉 却对自己没有基本的尊重 并且是自己昨晚回宿舍睡觉的 还给她带了早餐和一次性洗漱用品 燕臣道谢后便去了卫生间 可一抬点就从镜子里看到了内衣 她赶紧低头并加快了刷牙的节奏 而另一边宋燕正贴心地给许庆准备早餐 可后天宋燕就要结束病假正式归队 许庆想想就觉得舍不得 很快许庆接到任务去现场治疗伤者 这才知道公交起火时是翟淼砸碎车窗 带大家逃出来的 对方见到许庆后一改往日的敌意 直接叫了生嫂子 许庆很不适应这个称呼 翟淼继续自来熟地说着以前的不愉快都翻篇 以后自己会把她当作家人来看白 很快许庆面对养父母直接说出自己和宋燕在一起的事 二老脸色一变地让他们分开 养父第一次明确表达自己观点 哪怕撇开宋燕的曾经和父母恩怨不谈 如今的二人在学历家境和价值观上面都有巨大差距 未来这些问题都会暴露无遗 许庆坚定说着他们之间唯一问题就是父母的反对 许庆说着自己只想吃宋燕做的饭 想要和他有家有温暖 养父母听后更是无比激动 他们害怕许庆以后婚姻不幸福自己会愧疚 会觉得对不起许庆亲生父母的在天之灵 养母更是直言辛苦把他养大 不是为了让他去别人家当保姆的 养母强调着自己不是逼他非要嫁给谁 只是必须要找个门当户对之人 可许庆已经下定决心 哪怕和家庭决裂都要选择送宴 他哭着拿出车和房的钥匙还给他们 还说自己会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每周来看他们 养父听后忍不住摩雷说他不懂事 这个在商场从不认输的集团掌舵人 第一次觉得无能为力 但养母看着许庆离开的背影 却认为一切还在掌控之中 他为了女友愿意放下两个家庭之间的恩怨 舅舅舅妈对此完全是理解和祝福 在他们看来宋燕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此时宋燕却接到了许庆电话 他立马赶过去抱住他安慰 许庆只说着自己不想回那个家 宋燕自然明白他这是和养父母决裂了 便牵着他来到舅舅家 一进门就见到他们亲切的笑脸 许庆心中的忐忑顿时就放下了不少 饭桌上宋燕说着许庆要搬过来住 并且二人打算结婚了 舅舅立马提出要给他们置办家具 热情的翟鸟更是为许庆考虑得很周全 晚上许庆换上了宋燕宽大的衬衫 看着舅妈特意准备的两床被子投降 嘴上说着要听话各盖各的被子 但很快就自然地躺到宋燕怀里 还开始担心起房子的隔音效果不好 很快便到了给许庆搬家的日子 翟鸟一边感叹这个房子肯定不便宜 一边说着宋燕那装修后也不会差 虽然小点但胜在温馨 接着许庆只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带走 柜子里的名牌包包一个没拿 毕竟那些是养母买给自己的 之后二人抓紧时间挑双人床 一起试了一个又一个后终于定了下来 却被告知配送需要等两周 于是宋燕打算自己搬走 一个电话便叫来了队友们帮忙 很快二人就把小房间布置得温馨又舒适 宋燕把许庆拎到沙发上让她休息就好 干活的事情都交给自己 许庆听后笑得很是甜蜜 感觉自己要被她宠成小公主 哪怕隔了十年 宋燕对她的好依然不曾改变 但分别的日子很快来临 宋燕归对前和她依依不舍地告别 那个女人为了拿下富二代使出浑身解数 哪怕燕辰早就知道她的心机 面对那张和心上人相似的脸 她还是无法狠心拒绝 就在刚刚 燕辰收到叶子短信说 她上次醉酒后打碎了自家的花瓶 于是她直接请她听昂贵的音乐会来赔罪 叶子全程都是投入欣赏热泪盈眶的模样 人群散场后燕辰才直接戳穿她 叶子追问她本来想约的人是谁 没有得到回复也毫不气馁 想要回请燕辰去听小型现场演出 燕辰面色不便表示没兴趣 反程路上叶子本想重新扎下头发 可恰好看到化妆镜旁边燕辰和许庆的合影 她立刻明白那就是燕辰爱着的和自己有几分相似的女人 于是她立刻放下头发 并摆弄出和许庆相似的发型 试图把自己这张脸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很快许庆在工作日差点迟到便跑的飞快赶地铁 没想到遇见燕辰开车等在巷子口 燕辰开门见山表示母亲说她为了送燕和家里决恋 许庆下车前难得的撒娇希望燕辰出面求情 燕辰却说自己怎么可能改变母亲的想法 何况哪怕能改变自己也不愿意去帮这个忙 许庆听后立马生气地离开 燕辰独自回公司的路上却收到许庆的短信 她说自己希望燕辰能够开心幸福 而不是一直活得压抑 燕辰看到后心里白胆焦急却并未回复 到了晚上再次收到叶子邀请她参加现场演出 于是她第一次来到这样嘈杂的环境 叶子继续试探说她看上去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却被燕辰访问 没想到叶子直接说自己爱好是收纳 改天可以去她家展示一番 顺势打算调整公式收敛一些 燕辰说着自己家里有个房间放满了蝴蝶标本 叶子立马提出自己想去看看 燕辰自然是毫不犹豫地拒绝 叶子若无其事地继续跟她聊起梦想和现实的差距 并表示自己也没能从事想要的行业 如今当网红已经月入一两万 不用挤破头去抢校招的冷门生物方面的岗位 接着她说网红唯一的苦恼就是颜值问题 这个霸总无意中听到小女生们讨论整容 瞬间便想到了叶子上次正好有这方面想法 她终究对这个长得酷似欣赏人的女人无法坐视不理 便主动发消息约她吃饭 收到短信的叶子立马开始精心打扮 面对翟淼的八卦只说是老家的朋友 然而翟淼无意中看到了1800多的音乐会门条 不由地产生了些许猜测 当叶子赶到餐厅时发现燕辰早一点好了特色菜 还深是递过来菜单让她在家 叶子立马表示自己不挑食 还一本正经说着世上唯有美食和爱情不能辜负 燕辰对这点小心思自然不看在眼里 就在此时餐厅老板却急忙过来套近乎 原来老板想弄个网红孵化公司 平台厂商整形和小额信带一条龙拳打通 毕竟这年头网红都有整龙需求 各个环节的钱都能赚了绝对是个不错的买卖 叶子脸色微变说着虽然赚钱但却得 老板却认为这只是顺应市场需求而已 哪怕自己不做也会有人来赚这个钱 大家不过是在商言商罢了 没想到燕辰听后却也拒绝的干脆 叶子很是感动于燕辰的这一做法 认为他是为数不多的良心商人 并乘胜追击问他此举是不是为了提醒自己 燕辰脸色不便说他想多了 此时燕辰收到许庆发短信让他抽空给父母拿药 于是他片刻不耽误的直接离开 叶子看着他的背影深感挫败 燕辰很快便赶到许庆医院外 接过药后说着父亲把他的车拿去保养了 并问他这些天的日子是否习惯 许庆说着自己挺好的 没有开车也能坐地铁上班 虽然宋燕舅舅家离地铁站有距离 但他已经学会汽车了 燕辰看着他满足的样子也不再多说 只是叮嘱着以后有困难记得告诉自己 于是回家后他还是忍不住为许庆说情 燕辰激动说着曾经许庆年纪小无力反抗 如今长大了为何还要一直控制他呢 母亲却看透一切的反问 他这是说许庆还是说他自己 燕辰笑得很是嘲讽说自己能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就在那 这是许庆第一次顶着养母压力对宋燕当众表白 原来在此之前 养母为了让她尽快妥协便约她周末逛街 一到商场便直奔奢侈店的贵宾室 许庆在一旁很是局促不自在 毕竟曾经养母会主动为她挑选 而这次养母指满了自己的那份 待她感受完奢华气氛后 养母再次强调自己不会妥协 许庆听后觉得很是无力 走出商场发现是一个陌生男人停车等候着 听养母的热情介绍便知道是新看中的相亲对象 只见韩岩绅士地打开车门准备送这对母女回家 可恰好为许庆挑礼物的宋燕却出现在身后 同行的翟渺更是直接叫了声嫂子 养母听后赶紧解释他们小打小闹而已 乃至许庆却坚定地表明态度 宋燕满脸笑意地走上前牵住了她的手 并礼貌对养母说着改天正式上门拜法 养母只是叫了声许庆的名字 许庆则坚定表示今晚不跟她回家了明天还要上班 于是养母只好独自坐车离开 而韩岩练走前还温和地对二人点头示意 宋燕等他们离开后迫不及待一把抱住许庆 窄秒充分发挥电灯泡的作用 拎着宋燕给许庆挑的甜甜圈和口红在一边笑得很是开心 之后热恋期的二人经常抱着手机舍不得放下 直白说着对彼此的想念 之后的许庆已经能熟练地骑自行车 穿过富有烟火气息的小巷后便去赶地铁 这样的生活让她觉得安心又平静 而宋燕这边的救火任务却遭遇危机 老板声称里面堆放的都是板材 于是宋燕安排大家全力扑灭明火 蒋玉则带队去二楼查探 就在一切无比顺利之时二楼竟然突发爆炸 蒋玉因巨大的冲击力被甩了出来 看到蒋玉脱显宋燕这才松了口气 立马去质问老板究竟你瞒了什么户 男人这才吞吞吐吐吐说出里面有压力酸呢 女人命悬一线可老公和婆婆竟首先开口问价格 必听说要花几万后直接打了退堂 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二人竟然继续出去商量 婆婆见儿子不忍便赶紧呵斥 说着女人都没生个孩子 怎么能就这样花出去好几万 杨医生在一旁急得不行却没办法 还好女人的哥哥赶了过来 立马提出救人病签字 但最终还是没能救回女人 杨医生蹲在手术室里崩溃大哭 但没想到次日女人的老公竟然拉横幅索要赔偿 还好领导态度坚决不纵容一闹行为 自查确认杨医生没有任何过错 并把所有资料送给上级部门复审 而许庆知道杨医生心情并不好于是前去安慰 许庆说着这样的心态看似无情 实则是为了调整心情也好去救更多的人 杨医生听后久久沉默不语 他第一次羡慕许庆曾说过的观念 想告诉自己医生只是一份职业 不需要被赋予那些感恩而是要有边界 可他终究无法做到冷静抽离出来 而另一边死里逃生的杨医也很是后怕 他担心下次再有个万一就真的有去无回了 可长期经历过这些的宋宴早已看开 他说着自己这群人就是用充分的经验和预案来解决所有的风险 虽然哪怕做足准备都还是有可能出意外 但他们却不能退缩分毫 而自从杨医加入消防队后 杨医妈就没有睡过一天好觉 当父母的怎能不牵挂儿子的安危 更何况以他们的家境明明可以让蒋玉有更好的选择 可蒋玉对消防事业的热爱让他决定继续坚持 因此父母也不再反对他的决定 蒋玉爸更是觉得儿子如今成熟有担当了 很快上次一闹的母子竟然手段升级了 他们直接在楼顶以死相逼 然而他却和母亲开始一闹 知道正常流程无法索要赔偿便到顶楼以死相逼 警察和消防员都和男人僵持之时 许沁却看准了他的心理直接发声 你不会跳的 别看了 这楼层不高的摔不死 顶多断个手断个脚 许沁不紧不慢说着杨医生的手术没有任何过错 一旦赔钱就会让他背上污点 他学医十年四处深造才走到今天的位置 这份职业不只代表着赚钱糊口 背后更有救死扶伤突破学术边界的意义 不能断送在这群无理取闹之人的手里 这场一闹这才惊险收场 副院长更是后怕不以指责许沁的冲动行为 何况他那番话如果被有新人放到网上会引起巨大争议 许沁乖乖挨骂表示愿意接受处分 副院长听后顿时无语 哪怕看在许沁养努的份上也不会真的处分他 便只是严厉口头教育一番就让他离开 临走前还关心的让他多喝热水 当许沁晚上独自走在小巷却看到舅舅舅妈倒在前面 原来他们担心许沁的安全特意来接他 并买了他最爱的虾脚 舅妈看出了许沁的心事便主动询问 许沁则是对宋燕之前遭遇的爆炸心有余悸 他始终担心宋燕在某次任务中真的回不来了 许沁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打电话给宋燕却无人接听 他又想到了儿时父母去世的那一幕 那晚他一觉醒来发现家里燃起大火 跑到父母房间发现父亲在床上一动不动 母亲则流泪等待死亡并对许沁说着抱歉 男人的伤财痊愈竟然再次遭遇生死危机 原来就在刚刚 一个电镀厂发生情话物泄露的事故 三名中毒工人被送往医院全都不治身亡 宋燕带队赶往现场才知道严重程度远超想象 很快洗消阵地搭建完成并且侦测机器人已经就位 于是宋燕亲自带人深入厂房 外面的队员根据侦测机器人传来的画面提醒他们前进方向 宋燕终于到达阀门前面 并且此时浓度已经到达极限 他赶紧和队友一同关闭错误阀门并开启证据了 随着操作完成有害气体浓度也随即下降 就当他们准备撤离时发现管道突然发生泄漏 导致宋燕一个退步撞到身后栏杆 他立刻稳住心神修复管道后再撤离 接着进行洗消后脱下防护服准备休息 可队友却瞳孔矩阵发现他的防护服破了个口 宋燕也脸色苍白地直接昏迷 队友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 许庆接到消息立马上前查探情况 许庆稳住心神安排抢救 可宋燕此时的情况不容乐观 甚至用上了肾上腺素和除颤椅 最后终于才稳住了宋燕的情况 许庆松了口气地在原地后怕不已 次日宋燕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 幸运的是血情化物浓度及其他指标都正常 观察后很快就能出院 许庆激动说着宋燕没有对不起自己 自己想要的只是他们安全 他终于开口说出希望宋燕换工作 但宋燕听后只是把头转向另一边 之后宋燕心事重重地回到了舅舅家 第一次很是挫败地感叹自己太没用 舅妈见状更是担忧二人的感情进展 说着自己知道他们彼此互相喜欢 可时间长了会不会发现终究是不合适的 甚至忍不住提起了宋燕母亲这个敏感的话题 当年她日子其实过得不错 可等宋燕父亲下岗后立马选择离婚 之后沦落到更悲惨的下场 也不愿意回来过普通人的生活 宋燕立马说着许庆和那个女人不一样 然后便转身去巷子口等待许庆下班回来 很快许庆便出现在巷子里 她看到宋燕的身影下意识露出笑容 但还是有点心存借地于是便直接往前走 她借着酒精才能表达出对男友的爱意和担忧 她回忆着相处中男友家人对自己的关心 这样的家庭氛围是她过去几十年不曾感受到的 话风一转她又说起了 如果男友某天因工作出意外了 那么她真的将会一无所有 宋燕心疼地把许庆抱在怀里 她第一次正是说着自己打算转岗退居二嫌 一方面她想利用自己的经验来完善整个救援体系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许庆安心 于是二人之间唯一的隔阂也不复存在 宋燕把醉酒的许庆抱回舅舅家里 给她打水擦手擦脚 许庆则偷偷睁开眼睛笑得无比幸福 这一幕自然也被宋燕发现了 宋燕想着二人未来平静又幸福的生活 一起养动物看电影 一起逛街旅游 或者偶尔不想动的时候窝在家里晒太阳 许庆听后更是无比期待着 次日上午醒来便发现下了雪 他们一起跑到屋顶玩心大发的打雪仗 之后宋燕说着舅舅家马上就要拆迁的不舍 顺势计划其属于二人自己的家 许庆表示自己还是喜欢老师的房子 就像舅舅家这样的风格 很快便要迎接新年 舅舅张落着包饺子 许庆则和翟淼一起天门审 宋燕则在站里和队员们一起庆祝 并选择在除夕夜执勤守护着万家的人间烟火 次日回家就看到了许庆睡在沙发等他 在宋燕的劝说下许庆这才鼓起勇气回家 养父惊喜地和他打招呼 养母却赌气地直接忽略他 许庆见状更是委屈地暗自攥紧了双手 此时燕辰恰好回来便于心不忍地替他紧 这位一生要强的母亲第一次流下泪水 原来就在刚刚 许庆在大年初一来到了养父母家里 燕辰为照顾他的情绪 特意带他来到网球场和一宵碰面 但许庆面对很久不见的二人始终心不在焉 确认宋燕找了个博物馆没有挨动才安心一点 之后便到了午餐时间 可他偶然间从一个世家朋友口中得知真相 刚才在进小区的时候看到 在外面等人应该是在等你 许庆听后立马心疼得不行 赶紧跟养母说自己要马上离开 哪知养母只是脸色不便让他坐下吃饭 许庆的眼泪立马一出眼眶 你早就知道他站在外面是不是 接着燕辰一把抓着他的手往后推 许庆这才有了勇气转身离开 他一路狂奔到小区外果然看到干等着的宋燕 立马投入他的怀里紧紧地抱住 他抓过宋燕的手发现冷到不行 故意问着难道博物馆没有暖气吗 哪知宋燕只是笑着说自己刚刚才洗手 许庆也不戳穿着搂着他赶紧离开 晚上燕辰正准备回自己家里却被母亲叫住 责怪他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帮助许庆 难道是要学着他去反抗父母吗 哪知燕辰听后第一次说出内心的话 我真希望反抗过你们的意志 我真希望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收养过的 我真希望我从来就不是你们的孩子 傅文英眼眶通红不可置信地看着儿子 似乎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认识他 可燕辰只是头也不回地决然离开 留下他在原地无比悲伤 很快许庆所在的医院要确认科研小组的名单 主任看到里面没有许庆的名字后大发雷霆 他认为许庆是最有资格胜任的 许庆在门外听到后很是委屈 流着眼泪破天荒地给养母连发五条消息 指责他干涉自己的工作 并义正言辞强调自己进医院没找他帮忙 一切都是凭借自己能力的 完全直接忽略了养母维系的副院长关系 于是养母只是淡定地回复了他一条 希望他之后凭借自己能力升职 许庆本想回去我会的 但口口声声强调不靠家里的他也许并非什么都不懂 于是最终还是没按下发送件 他终于决定转岛离开最热爱的消防前线 于是在调令下来前 他更加珍惜和队友们相处的时光 但没想到分离来临前他竟然要面对死点 一个深夜再见的高层大楼发生火灾 有八名工人被困在八到十二楼 于是宋燕带人分成两队进去搜寻 等他们到达目标楼层却发现消防栓没水 便只能直接冲进去救人 就在他们拼命把人都救出时却突发意外 之后大家一一确认平安只有大鹏没回复 大家焦急搜寻却发现他满脸是血 空呼还给了身旁的被救人员 宋燕看到生死不明的大鹏无比心痛 可他依然要承担属于站长的责任 便稳住心神安排将一陪同去往医院 自己则带领剩余队友继续救火行动 等一切尘埃落定后他们第一时间赶往医院 而得到消息的李楠也赶了过来 自从他作为医生奔赴消防站进行联合救援训练 就和大鹏逐渐互生情愫 甚至今晚他才逐渐放下二人年龄差距的界底 郑重答应大鹏会好好考虑他的追求 没想到才几个小时过去便是天人永隔 这也将成为他永远的痛和遗憾 之后的大鹏被授予一等功劣势 追到会上大鹏父母收到了他因为没回家过年而写了信 信里的他骄傲说着自己的成绩 还计划着要把心爱的李楠带回家给二老看看 而这栋起火大楼正是属于孟家的国坤集团 起火原因是工人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并且工程质量不过关 孟怀景对此也是焦头烂额 想不通负责的老姑为何会在这样关键的地方偷工减料 于是他吃完药就片刻不停地去调查真相 很快老姑秘书就来到医院打算探望工人 许青这才知道这场火灾和孟家有关 于是他直接对宋宴表明态度 女友却坚定支持他追查到底揭露真相 于是在内部会议上他直接指出国坤集团使用了不合格保温材料 并且施工现场对各种易燃材料混堆混放 防火措施也形同虚设 正因为宋宴的这次报告引起站里领导的高度重视 表示会排除万难给出公正的处理结果 很快许青也回到了养母家 得知养父忙得没法回来时关心询问他是否吃药 养母毫不客气回怼到如果他真关心就不该和宋宴搅在一起 就在此时他接到电话得知老公被带走调查了 他很快便冷静下来继续张罗吃饭 许青自然说着宋宴所作所为都是职责在身 宴臣继续帮枪到火灾大楼指示集团众多项目之一 每个项目都有专门的项目组和负责人 根本不会真的牵连到父亲 很快特助赶来汇报情况 确认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是项目经理的私自决定 因为他受了烟花场的好处 并且之前消防检查一直没能过关 也是项目经理去用特殊手段搞定的 至于宋宴攻击重点的不合格保温材料 老顾身边的汪秘书虽然坚持没问题 但由于他也没有亲力轻微 因此无法完全保证 傅文英见状也屡清形势 让特助去提醒汪秘书好好上后 于是很快 工地负责人带着项目组来到现场取证拍照 坚称用的都是合格的保温材料 但调查组发现其他楼层都干干净净没留下残渣 负责人果断表示自己没有动过这些 也没放人进来过 当对方提出调监控时 却说火灾导致线路烧坏没来得及更换监控 而另一边宋宴被人拦住去路 说有关于火灾的重要资料给他 宋宴听后谨慎地保持距离让他交给队里 哪知对方一把塞了过去然后飞快离开 男人为了调查真相而惨遭陷害 虽然第一时间就把对方强行塞到20万上交 但很快对方就用一段剪辑后的视频举报他收了好处 上头迫于压力只能让宋宴暂时停止 而宋宴坦然接受了这一现实 并安抚队员们坚守岗位等待真相水落石出 斩鸟听到后第一反应认为是孟家出手 毕竟曾经宋宴的前途就是毁在他们手里 而宋宴让他不要再提起那段过去 并对如今的状况客观分析着 半夜宋宴悄悄跑到楼顶喝酒 面对许庆的再三追问才说出被停滞一事 许庆听后很是心疼他的遭遇 便询问他是否想过换一份职业 而宋宴坦然承认了最初的他确实有想过 毕竟一开始也只是把消防员单纯当成一份工作 每天经历着艰苦的训练 面对出任务也全力以赴尽量做到最后 次日上班时许庆便听到火灾里一个受伤工人的家属打电话 女人哭诉着自己用光了赔偿的钱还掏空家底 但依然还差两万块的后续治疗费 他绝望说着自己真的没有一点办法 就在他挂断电话后打算任命带老公回家时 却得知费用已经被许庆交清了 很快老公就被推入手术室并且十分顺利 就在他找到许庆对他千恩万谢之时 却得知救出老公的消防员已经牺牲了 思考片刻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对许庆说出内情 于是很快 一群人趁着天色不亮打算运送出去不合格保温材料时 就被赶来的警察抓了个正着 这场重大火灾的成因也水落石出 除了项目经理应收了烟花厂好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这批不合格的保温材料也是汪秘书串通项目经理弄的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孟怀景也松了口气 只是老姑因为管理手下不言会被削弱化于权 从而影响孟怀景在集团中的势力 傅文英对此更是焦虑的不行 宋燕最终还是没有选择转岗去支队而是留下 由于十里台消防站在过去三十年的优秀表现 这里被全面升级为特勤站 更是被授予了烟城卫士的光荣称号 宋燕将留下来打造更为专业的团队 许庆则是在事后才知道这一消息 他质问宋燕这么大的事都不和自己商量 宋燕却是想着独自承担压力不给他负担 可许庆藏在心里很久的疑问终于爆发 于是赌气的许庆临时住到了杨医生家中 宋燕为了哄好女友颇天荒地找队员试探 拉住小葛就问他和女友最近怎样 小葛架不住压力说出他们也就上周吵了架 但绝对哄好了 宋燕顺势问出他怎么哄了 另一边许庆再次遭遇危机 杨医生遇到了一个神情恍惚的患者 假借头疼之名药杜隆丁 然而这种药物必须化验后综合考虑才能开举 男人见状情绪激动地拿刀相逼 关键时刻许庆出现吸引火力 声称自己能带他去拿药 便把男人引出诊室从而被保安制服 但许庆的手还是被男人用刀划伤 幸运的是没伤到神经缝合即可 主任见到这一幕生气又心疼 这双手对于一个外科医生而言太重要了 接着他拍板让许庆回去休养几天 并且科研小组参选资格也帮许庆争取到 很快宋燕就得知许庆受伤的消息 他第一时间打去电话 许庆赌气说着他们在吵架没分手 宋燕听后松了口气 然后立马赶过去看望 原来就是为了给我送的卖的 宋燕顿时哑口无言 但还是郑重道歉并希望许庆跟自己回家 他保证以后任何事都会跟许庆有商有量 然而许庆下定决心要知道宋燕隐瞒的过去 许庆终于从宅苗口中得知了宋燕的过往 原来当年他复读考上军校却被卡在了体检内关 舅舅带他去医院重新检查 发现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这才知道是傅文英收买的医生 可舅舅当众下跪哀求都没能让女人收手 最终军校招考结束也没争取到复检机会 后来宋燕被边防特种部队录取 挨了一枪后拿到二等工马上要体干 之后去祭拜父亲 却遇到当年背叛父亲的兄弟出言嘲讽 于是他忍无可忍给了男人一拳 哪知对方是被傅文英指使得特意为之 为了坐实宋燕伤人还请人把自己打得更加严重 就这样宋燕离开部队成为了消防员 许庆听后无比崩溃 下班后便立马去找养母之问 他看着养母根本不愿解释和道歉的样子更加生气 他认为自己针对了宋燕却从未亏待许庆 没想到这些年付出的心血被全盘否定 他说着自己不是个完美的母亲 但许庆更让他失望 哪知许庆直接说他虚伪 就这样许庆临走前摔碎了全家福便大步离开 留下二老在原地震惊又难过 但傅文英没想到刚刚一切都被楼上的燕尘看在眼里 只见他也神色冷漠出声叫母亲一句付读 他无法接受母亲竟然做出毁人虔诚的事情 他感觉自己这些年的循规蹈矩就是一场笑话 之后许庆第一时间找到宋燕并紧紧抱住 他不停说着对不起说着是自己太任性 更是心疼宋燕这十年究竟是怎样过来的 于是这几天的不快终于一死而空 但没想到燕尘那边出了意外 他去酒吧恰好一宵没在 便让服务员开酒打算独自买醉 哪知服务员第一时间告诉叶子他的到来 叶子立马起身化妆赶往酒吧 这次他的打扮几乎完全靠拢了许庆的风格 燕尘愣神两秒后便果断和他拉开距离 并以飞蛾和蝴蝶的差距来暗指叶子 燕尘懒得搭理叶子 闷下一大口酒后便让他走开 被戳穿心计的叶子满是委屈和不甘 看着醉酒的燕尘打算放大招 于是把燕尘拖到沙发上 还把自己衣服头发弄乱 等服务员打电话给燕尘时 他直接接通 委屈的哽咽几声后便挂断电话 然后发挥毕生演技拨通了班长的电话 之后叶子编辑短信给服务员 声称自己手里有燕尘强奸的证据 只要他打500万过来就销毁 服务员很痛快地答应 就在叶子准备发卡号过去时燕尘竟然开口 燕尘甚至懒得多给叶子一个眼神便打算离开 叶子声嘶力竭地以报警威胁 燕尘那无所谓的样子刺通了叶子 于是他终究还是按下了报警电话 另一边傅文英始终没等到叶子发卡号过来 他确实是计划告他勒索 如今事态发展超出他的预期 就在此时孟怀警接到电话才知道儿子被警察带走 而警局内燕尘自暴自弃的一言不发 次日这件事变上了头版新闻 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骂燕尘并要求严查 一宵急忙载着许沁和宋燕赶往警局 而许沁立马让律师转达自己意思 希望燕尘有事回家解决 哪知燕尘还是一言不发根本不配合 此时宋燕在门外找一宵了解情况 得知包间内没有监控 但摄像头拍到了有个女孩恰好在包间外 可惜如今没有人站出来作证 宋燕一看女孩被影便认出了这就是表妹宅娘 她立马飞奔赶了回去 宋燕之前为了救出燕尘苦口婆心劝着表妹 她说着自己不是已经原谅了他们曾经的伤害 而是觉得人不该活在怨对的情绪中 因为曾经的时光终究是追不回 她希望翟渺能够去做对的事情交出证据 于是很快傅文英和孟怀景就登门拜访 孟怀景姿态极低地为当年知识道歉 说着如果能够补偿的话希望她尽管开口 而傅文英依然是骄傲的姿态 说着如果报仇就冲着自己来 并说燕尘是个好孩子可是被翟渺同学诬陷 当父母的心情相信她也能理解 此话一出让翟渺再也压不住心底的怒火 当年的事情可是折磨了他们全家十年 她直接提出要傅文英还回来父亲当初的那一棍 孟怀景不忍心让向来骄傲的妻子低头 果断想要自己替她下跪 孟怀景双眼通红死死握住妻子的手 只能任凭她弯曲膝盖下跪 最后时刻翟渺还是于心不忍出言阻止 但她希望傅文英能为当年的过错负责 于是她直接来到排出所自首 恰好碰上燕尘被放出来 她知道儿子是以这样的方式逼自己认错 积压的情绪再也忍不住地爆发出来 接着傅文英看到了文生赶来的许青 愤怒之后的她彻底心灰意冷 之后许青小心翼安慰着燕尘 表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责 燕尘则让她先离开 自己想再去见一面叶子 哪知警察告诉她这是刑事拘留 只有律师才能会灭 燕尘直接表示放弃追究她的刑事责任选择和解 直到现在燕尘都是抱着拯救她的心情 说着如果她缺钱可以直接向自己开口 对叶子而言 燕尘曾经所有善意的举动都是给了她幻想 哪怕燕尘解释自己只是希望她别走歪路能过得好一点 叶子听后却更加歇斯底里 随着傅文英的自首 当年配合在送燕体检上动手脚的傅院长也被带走调查 之后警察综合考虑后对傅文英开取取保候审 可她已经心死的不想再看儿子一眼 孟怀景赶紧来到病房耐心安慰 孟怀景说着也正因如此 这些年的恩恩怨怨并非她一人的过错 她希望她能别陷在里面无法走出 傅文英听后扯着被子遮住脸庞暗自流泪 而被放回来的叶子已经无言再见事有 她也无法再和翟淼一起继续网红事业了 她哭着说自己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 然后拖着行李独自面对今后的难 而孟怀景还在为了缓和家庭关系努力 希望许庆回家看看傅文英 并说着虽然他们不是完美的父母 但对她和亲儿子是一样的爱 可许庆却认为她对自己这个养女终究不一样 并说着自己过不去那道坎 某天宋燕甜蜜地背着许庆回到舅舅家 却看到孟怀景提着礼品等在门口 她不知道如何开口解释自己的不请自来 但二人还是立刻把她带进门并介绍着 舅舅一家人看到这个曾经的仇人瞬间愣在原地 但很快还是调整情绪邀请她入座 接着孟怀景说出此行是为了商量孩子们的婚事 她小心询问听说这要拆迁 那么二人婚后会住到哪里去 翟苗立马想说宋燕早就准备好了 却被对方一脚制止 孟怀景一看便知道他们早有安排便也不再追问 之后她特意支开许庆单独和宋燕谈话 接着孟怀景还想为当年的事道歉 但宋燕却出言制止了这个话题 释怀说着对于过去她无怨无悔 如今日子不错并且未来可期 孟怀景听后郑重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便离开 很快宋燕便带着许庆来到租房前 说着能否入住还需要房东太太的同意 门口还有房东准备的贺卡她感觉很是惊喜 推门进去后她更是对里面的装修摆设非常满意 宋燕还带她去了楼顶 上面种满了花花草草 许庆更是恨不得立马确认入住 让她赶紧给房东太太打电话征求同意 他们用了十年终于从校服走到了婚纱 青春的遗憾这一刻被幸福的甜蜜彻底冲散 自从宋燕求婚成功 许庆连上班时的笑容都变多了 之后宋燕带她来到消防站正式介绍给大家 进去许庆才发现队员们打开消防帽的灯 并在两旁站的笔直迎接二人 他们双手紧握缓缓走上前就像是婚礼上的心愿一样 之后大家便纷纷调侃起来 之后二人因为工作繁忙 前妻筹办婚礼的活都落到了窄秒头上 甚至连是婚纱都由她出马 她不知疲倦地连续试了一套又一套 也算是小小满足了心中的婚纱帽 然后仔细挑选了三套给许庆做出最后的选择 而燕成则送了个皇冠给许庆作为新婚礼物 她破天荒地在家睡了几天后 终于决定进入国坤集团 分别使许庆给她发短信 说着能和她是一辈子的亲人很幸运 这种幸运从而是第一次见面就确定了 燕成看到后微笑着转头 只见许庆笑容明媚地朝她挥手 她这些年的执念似乎终于能够放下 之后许庆听着窄秒挑选酒店觉得头都大了 她很是不习惯这样繁琐的流程 甚至提出干脆别办婚礼了 她在脸上让空气中都是幸福的味道 一路走来的艰辛终于化作如今的相守 摄影师的镜头将这美好的一幕幕定格于此 没过多久超强台风带来特大暴雨 二人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着 燕成在路上遇上一对夫妻求助 她急忙载着他们送往医院 面对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 消防员们全员出动进行救援 忙了一整天才抽出点时间 靠在墙边吃块面包恢复体力 然而此时他们再次接到任务便立马出动 原来是不远处隧道塌方多辆车被困 而在这其中傅文英的车辆被困最深 并且还被她下来的巨石牢牢挡住了视线 因此赶来的消防员第一时间救走了其他所有人 她强称力气拍打车窗却无人发现 而在最后时刻 傅文英终于按响车辆喇叭引起了宋燕的注意 当宋燕砸碎车窗亮光透进来的那一刻 傅文英才百感焦急看清楚来人 而宋燕固步的曾经的恩怨果断向她伸出手 然后亲自把她背出隧道送到救援车之上 劫后余生的众人纷纷称赞消防员 有人好奇询问傅文英是不是认识背她出来的那位 傅文英回头看着雨里的宋燕 郑仲说着她是女儿的男朋友 很快暴雨过去大家投入灾后重建工作 这座城市中又恢复平静祥和的烟火气息 之前蒋玉送给李蒙的蓝星花已经开了 她迫不及待拍照分享这一喜悦 然后来到蒋玉家中看到了一本绝版书 这才知道二人喜欢逛同一家旧书店 而许庆也修复了和养父母的关系 她从急诊调到了门诊工作终于不再那么忙 养母一边吐槽依然很累一边给她盛汤 听说她的婚礼打算一切从简时忍不住发表不满 但立马又克制地决定要学会放手 接着孟怀仅小心问着是否保留了穿婚纱和父亲牵着走红毯 并接受双方父母祝福的缓解 得到许庆肯定的答复后一家人才松了口气 而另一边一宵也和许庆同事杨医生走到了一起 之后一宵和燕成约出许庆宋燕来吃烧烤 这次的燕成和宋燕一笑闽恩仇的握手言和 拥有家庭和爱情的许庆感觉无比幸福 之后某天许庆睡到自然醒发现宋燕不在身边 她会心一笑披上外套来到楼顶 然后便靠在宋燕肩膀上 聊着过去和未来感觉每一秒都是如此甜蜜